中华家乎中心推出第十代家乎娃娃铺满 不然可以欠钱又可以拿来放手机了 家乎中心表示 这边推出的村钱筒做现有以得出的意义 像是不买买 只要到家乎关键一千块 就能领用一个铺满 希望大家做回来领用家乎娃娃村钱筒 让家乎的六小孩度过来难关 家乎中心推出第十代家乎娃娃铺满 有各种不一样的做现 这些作品都有营得出的意义存在 每个作品都代表一个地区 这些娃娃不能欠钱 不能拿来做手机的铁铺输用 甚至是办公桌子管顶的争设 跟这一道理不起的时刻也有营落 家乎中心表示 今年家乎中心推出的家乎娃娃是第十代 跟去年不一样的是 去年曾经出现的地区 今年没更正好 今年的代表地区跟单位 有台北、新北、台南、高雄 台东幽林乎、南岛希望下乎 台东发电下乎 我们家乎基金会第十代的家乎娃娃铺满已经上市了 我们曾志邀请大家滔滔口袋零钱 一起来响应我们的抗品装款 单笔一千块我们就会送一只铺满娃娃 谢谢 那这个娃娃有什么特色 这次我们的七款造型有不同 来自不同七个区域 那有每个区域的特色 我们都会呈现在我们的铺满上面 这款的铺满造型 我们就是有装电池之后 我们投入零钱之后 它会give me five的声音 那也是鼓励我们家乎的孩子 还有就是社会大众一起来 存款 然后来帮忙家乎的孩子 之前也是会有民众就是来爱心捐款之后 获得这个铺满娃娃带回去 那把铺满就是存款存满之后 再回捐给家福也是有 那欢迎大家踊跃响应 谢谢 家乎中心朱琳王振光标希 目前各级官广化总控 也没回复到有前进前 各级官都尚尽办法 来帮助六岁的孩子度过来年 后有代仲最多来帮忙 提供这努力帮你贫困的孩子 给一些资源帮你贫困 新中华新闻立民红和米 彩虹伯德